相较于丑陋的事物,人们往往更为关注美丽的事物,事实上,在历史上不仅有着著名的四大美女,也有着被誉为四大丑女的人物,分别是摩姆、钟离春、梦光和阮氏女,即便是在美女如云的宝岛台湾,也不乏丑陋之人的存在,因此,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四大丑女吧。 1. 许淳美。许淳美曾经自认为比林志玲漂亮,一生只钟情与小鲜肉,然而,如今她已胖了20公斤的身形世人,由于对爱情心灰意冷,已经经历了五次婚姻和五次离婚,她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与荒谬。 1957年,许淳美出生在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中,她是家中排行老大,还有四个兄妹。 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,她的父亲常常起早贪黑地在原山动物园为游客拍照赚取微薄的收入,经常遭到客人的辱骂。 有一次,当许富为一位外国游客拍照时,发生了一场争执,这位外国人威胁要与她动手,她的父亲吓得跪在地上,不停地求饶。 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当时正在一旁玩耍的许淳美。 那一刻,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成为富有的人,在她的成长过程中,为了帮助家庭渡过难关,她做了许多辛苦的工作,经历了无数次的屈辱和委屈。 然而,命运在她结婚后发生了翻转,但是,成为富婆的她却迎来了更为悲惨的人生,在年轻时期。 许淳美的确是一位清纯美丽的女子,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因为怀孕而被迫结婚。 19岁那年,富豪李文青被她的美色所吸引,导致她怀孕,最终不得不与李文青结为夫妻。 婚后不久,她从一个贫穷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富有的太太,但是幸福却很快远去。 她相继生下两个女儿后,丈夫李文青开始厌弃她,经常夜不归宿,甚至对她进行家庭暴力。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,许淳美选择了离婚,然而,她又一次怀孕了,而李文青却毫不负责任,甚至打算再婚。 离婚后,许淳美经营起一家灯店,没过多久,她与家族富商郑其松相识,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2002年,郑其松因癌症去世,留下了上百亿的家产给她。 然而,丈夫去世后,报复的许淳美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 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不久,45岁的许淳美开始了一条《用钱买爱》的不归路。 2002年7月,她与黄海明结婚。 在婚姻中,许淳美送给丈夫一辆价值百万的房车和二百万现金,并每月支付五万元生活费。 然而,她并不爱黄海明,她之所以与她结婚完全是为了回报她的恩情。 然而,黄海明后来当场抓到许淳美与林宗一在家中私会,而许淳美却荒谬地声称两人只是在,盖棉被纯聊天。 2006年3月,夫妻俩走进法庭,结束了他们的婚姻。 这段关系也因为许淳美的出轨而告终。 离婚后,许淳美和林宗一走到了一起,然而很快就分道扬镳。 在心情低落和寂寞的困扰下,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在报纸上刊登中男友的广告,比许淳美年轻25岁的邱品睿引起了她的注意。 他们走到了一起,然而后来,邱品睿要求许淳美提供金户密码给她,但她声称不知情。 她激动地将许淳美举起并摔到地上,造成她脑震荡,甚至鼻梁也歪了。 这段,姐弟恋子持续了三个月便告终,与邱品睿分手后,许淳美与助理蒋青泉走到了一起。 虽然蒋青泉比她年轻23岁,但许淳美坚信金钱能够买到真爱。 然而,这段婚姻像是一场闹剧,只维持了18天便协议离婚。 到了2007年,50岁的许淳美拥有了巨额财富,她又想起了前夫林宗一。 许淳美以500万的代价迎来了第五次婚姻,每月给这位年轻的丈夫5万生活费。 尽管林宗一背负重债,但许淳美依然不离不弃,帮助她偿还债务。 2008年11月,他们协议离婚,但许淳美和林宗一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同居关系。 最近,许淳美突然宣布全面复出,并表示她已经动物红尘,开始与女儿联系,首次表示希望女儿帮回家团聚。 然而,女儿小云一直婉拒了许淳美的邀约,并表示暂时不考虑与母亲同住。 2.惠慈 惠慈是一名女星,因登上综艺节目分手擂台而走红,她常常手持一只狗玩偶,口中喊着 Oh my god!另一只手则摆出莲花纸,搞笑形象让她迅速成为人气明星。 然而,惠慈的红火并不持久,很快就在演艺圈消失了。 为了生计,惠慈和其他成员组成了,卢慧鸡汤,团体,希望通过接活增加收入。 但当时的状况并不理想,让惠慈承受了巨大压力。 她与团圆,好奈基,关系最好,经常向她倾诉心生。 惠慈曾哭诉自己快四十岁了,却一无所成,每天都靠药物度日。 她还突然崩溃地表示,我和妈妈也没什么可说的,压力好大。 听到这些,好奈基相当心痛,也向大家透露了惠慈的近况,让很多人感到难过。 好奈基觉察到惠慈的情绪不稳定,她整天都待在房间里,听着音乐或者自言自语。 只有在外面,她才会去和陌生的长者聊天,尽管好奈基尽力疏导。 惠慈仍然身陷忧郁之中,她经常拿着已故奶奶的照片在房间里哭泣。 好奈基还提到,惠慈曾向她透露自己常感到无法承受生活的重担,这让好奈基非常担心她是否会做出傻事。 现在,好奈基一旦发现惠慈情绪低落,就会尽量花时间和她聊天,放松心情。 在这些闲聊中,好奈基发现了惠慈对转转寿司情有独钟,却从未尝试过。 于是,好奈基带着惠慈去尝试了一次,一进店门。 惠慈就像个孩子见到糖果一样开心,甚至拿起手机开始录视频,他天真的表情也让好奈基感到无比欣慰。 据媒体报道,由于瘟疫的影响,惠慈一直待在家里,没有外出工作,他承认自己非常怀念演艺圈。 但由于合约问题和父母的担忧,暂时没有付出的计划。 至于感情方面,惠慈笑称自己目前没有新恋情,依然钟情于王时贤。 惠慈消失在演艺圈多年,除了偶尔被粉丝发现外,几乎没有任何音讯。 他坦言自己不上网,不看新闻,也不经营社交媒体账号。 但对于那些想念他的粉丝,惠慈总是用温暖而礼貌的态度回应。 谢谢你们。 3.张婷婷 据相关媒体报道,法拉利姐张婷婷为了闯进演艺圈,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,她陆续自费发了五张单曲,还拍摄了MV。 结果除了第一支单曲,迪迪不要停,收支打平外,其余单曲统统赔钱,做生意也是屡屡亏损。 据悉法拉利姐不久前曾推出第五支单曲,哥哥好大,迪迪晋升,但是反应相当平淡, 网络平台上点阅率只有15万,可以说是无人问津,加上此前通告全无,被逼无奈,她只能转行做餐饮生意,但她的话题之作黑豹鱼香肠不仅常常被检举,甚至卫生也有问题,所以很快她的餐饮生意也宣告失败,后续法拉利姐开始转向大陆卖饮料,还自豪地说有很多粉丝慕名钱去消费,但最后也是赔钱收场, 眼见演艺圈和商业之路陷入困境,张婷婷,曾经的法拉利姐,开始勇敢地接受自己不再是当年红极一时的事实,她曾是名车与高贵,象征的代言人,然而如今,她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领余额,不得不依赖母亲的资助,成为了典型的。 肯老族,当被问及是否有创作新作品的计划时,张婷婷茫然地回答道,我都没钱了,我也不知道。 据媒体报道,她过去常常吹嘘自己备受许多年轻追求者青睐,然而如今她却坦诚地表示,已经很久没有人追求我了,我至少有七年没有和人同床共枕了。 近年来,曾经名造一时的法拉利姐,张婷婷的声势已不及从前,她曾不惜重金实现明星梦,出版唱片,但换来的却是空虚,甚至法拉利跑车都被她卖掉以维持生计。 如今,张婷婷决定重新回到镜头前,担任主播,她的经纪人透露她如今依靠粉丝也有了稳定的收入,至少每月能赚取四万元,不再依赖家人的资助,本以为一切都将朝好的方向发展。 然而不久之后,张婷婷却突然面临健康问题,她的脸部严重肿胀,不得不复医院急诊。 4.林雅慧 林雅慧 40多岁 2003年因在节目《综艺最爱线》中以夸张的妆容和穿着爆红,成为各大节目争相邀请的明星,但在2007年因合约纠纷离开演艺圈,经过14年的沉寂,如花再次出现在荧光幕上,明显消瘦了许多,不再是当年搞笑女星的形象。 如花多年来隐匿不见,最近却被发现重新怀抱星梦,担任富丽卫星电视台节目主持人。 在最近播出的节目中,她与28岁的《洞憨歌王》、高嘉群搭档,一唱一笑,笑料百出,甚至她还拿起麦克风,连续演唱了《上水的伴》、《绝情录》、《窗外》、《思念你的风若起》和《风铃声》等五首歌曲。 在节目中,如花以高马尾竖起头发,露出清爽的面容,身穿黑色红花服装,明显消瘦,神采飞扬。 她手持着有线麦克风,虽然音准不够,但依然无法掩盖她对音乐的热爱。 她全身心投入于美妙旋律之中,如花在脸书粉砖透露。 她在支之前,加入复利卫星电视台,还累到得了双侧眼急性结膜炎,忍不住嚷嚷,前阵子音用眼过度,加上南部工作压力大,失眠,等造成身体不适。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,恢复正常的生活,吸引将近六十位粉丝留言关心。 她也一一亲民回复,最近被操到快疯了,眼睛在抗议哦,感谢好友们的关心及支持。 我会赶快让自己好起来,才能应付后面的人。 是,物,感恩啊,其实美丑不过都是外在,只要你有着一颗坚定的内心,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领域大放光彩。